我們今天來做這個小電視 就如同畫面這樣子 我們拉一個cube shift a 然後再mash 然後拉一個cube進來 那進來之後呢我們把它壓扁 因為電視它不是立方鐵 它是扁扁的 所以我們就是慢慢的去調整它的形狀 然後一樣我們來到edit mode裡面 先因為小電視它是有一個 就是 圓圓cube很可愛這樣很可愛這樣 所以我們給它做一個選線 然後再選倒角Ctrl B 那在邊線模式的話我們選擇0.1m 對就是在視覺上面我們就是 就是慢慢去調整它這樣子 對然後選到就是 面模式 然後我們按i 然後就是可以就是內切 然後內切之後我們再按這個 一個 內切之後我們再按那個 Ctrl E 然後往內漲 對就現在我在調整的這個部分 往內漲之後呢就是算一個形狀然後再按Ctrl E 把它就是 靠近靠近你的前面這樣子 就是 設計出一個那種小小電視的樣子 好然後我們再做前面那個 play的那個 那個 play 那個符號 一樣我們拉一個 拉一個cube進來 然後因為我們要做那個三角形 所以我就 這是我 目前那時候就是直接直接進那個軟體面就是的想法 但是其實 做三角形有很多這種方式 對就是你可以邊練習 然後也邊看各種不同的視頻 然後就是 找出自己最快可以完成建模的一個方式 其實這個就是經驗的一個累積嘛 然後我現在是做 我幫這個cube做一個環切 Ctrl R 然後我把這個其他的部分就是做個刪除 因為我就取出他的三角形 然後選起兩個邊線按那個F 就是建立一個面 那這樣子我一邊的三角形就出來啦 我們已經做好一邊 那再另外一邊 其實是可以用淨色功能 其實我還不是說 有一些 我會有自己慣用的一些 慣用一些那種 一些技術啦 所以就是 然後有一些可能 其實可以更簡潔 然後就是 雖然就這樣子直接做 對 一樣後我們就是慢慢的把他的面 給他縫起來 就直接按Face 就是 Face就是他的快捷線是F 所以就是可以長出面 然後或是點 兩點相連成一直線這樣子 對 其實一開始你在拉芥膜的時候不熟悉那個 你可能就是 奇怪 我一開始是看著那個蛋糕 然後做好久 對 然後花了一整個下午 然後好不容易終於把那個蛋糕的膜 這樣拉一拉去 然後好像下一個蛋糕 然後 好我們就是中間那個三角形 他已經OK了之後呢 因為他整體的造型其實是 很可愛 QQ 那種QQ的這樣子 那 一樣我選擇三角形的這個部分 Play這個符號 我一樣按Ctrl B 然後就是去Try 去試 然後就是把他做的他弧度是跟 外面的這一個小電視的那個 是相似的 把他黏上去 其實在做膜 很多其實我們在最後 應該是說 很少 除非非必要啦 就是就覺得這個膜已經壓死才按Ctrl 不然的話我們都是讓他分離 因為 還有後面其實還有一些 負跟隨 只跟隨的一些問題 什麼 就是像做這樣建造車子啊 然後車輪要跟著車子 然後鏈條要跟著他的那個 那個主幹走 對他會有很多跟隨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一步一步來 然後一步一步的就是慢慢的 慢慢的建造這樣子 好我們小電視的主體已經建好了 來我們現在開始做一個拉一個cube進來 拉一個那個圓柱體出來 因為小電視他的頭啊他有搖桿 在深度的方法 我們就是做0.1m 其實到最後都是可以把那個照片撈進去 然後就是幾乎可以蓋的跟他 一模一樣 應該說是非常相似 很像在畫素描 對 就如果你熟悉這一些最基本的 基本的那些 功能 就跟我們在 小朋友在練習這個 拿這個紙筆一樣 一開始是會畫亂七八糟 可是你就是慢慢的 從那個亂七八糟走向就是大人的這個一個 一個過程 對 好我們那個 我的人柱撞出來 就是那個控制電視的搖桿 我就慢慢去調整他的這個搖桿 他的造型啊 對 我現在拉一個cube進來 我想要做這個 閃電 然後因為我其實之前是沒有做過閃電 一開始我就隨便亂拉 然後 然後後來想說不像了刪掉 從來 對 通常你對一個自己完全沒有 使用過或者是可能要思考的 其實都多少啦 可以 與其用想還不如 就是有一個 拉一些形狀出來然後再亂拉 然後你總是會可以誤出什麼 對然後就搞定他了 好來我們繼續 我們就是 我覺得因為我應該這次已經是 大概有一些想法就是把旁邊的小閃電在想說我怎麼就是把它弄出來 這樣子 對我拉一個cube出來然後就是拉一個形 就類似像小閃電這樣子 在一樣是我們拉出一個就是蓋藥形進去EDIT的MOD裡面然後就是做調整 像我是用 就是直接在上面這個面啊做Ctrl1讓它長出來 然後 下面的話就是一樣是調他的就是 向左 傾斜這樣子 就是一個一個去調整 對 沒有我的閃電快出來囉 是不是 只是他現在還是很 很方塊的樣子 然後我現在在慢慢的 調整他 變得是跟整體 一樣是 可愛風 你看他造型還是有點 相當尖銳 所以其實我在編弄的時候我也在思考就是怎麼樣要把它變得比較可愛 我覺得這個過程跟我在畫素描是 類似的 像其實我在修我在建構一個未來一個可能就是 全螢幕的畫面 我可能會先畫一個主體或是一角 然後 再慢慢添加一些東西這樣子 讓他 可能更去 晚上或這一個 畫面會比較有意義這樣子 我覺得他太旁了所以就是縮縮縮縮縮縮 有點卡住 不過我知道是後面是 做好的 我覺得這也太直 所以我就是想辦法把它彎起來 其實這部分是可以你打平面稿 然後再想說 我怎麼把它立體化 然後我怎麼把它可iPhone 或者是 對 因為我覺得形已經差不多了 所以我想要做到 就我選這兩個線 然後開始直接按Ctrl B 對然後一樣就是用0.05這樣子 去把它的彎曲度做出來 好 其实当你很熟悉那些很基本的 基本的一些如何运作的时候 你其实在客户不逼稿的时候 是还蛮享受这个绘画过程 你看我找到方法了 就选择个点然后按Ctrl B 就找出了我画出了很可爱的闪电 其实是有我其实没有用印记的 我其实都用试试看 因为每次出的那个主题啊 不是说这么类似啊 就是可能今天你遇到一个是养猪的客户 然后或是就是会有遇到老厂房啊 或是新厂房啊 或是各种不同的 所以要花时间去去试试看 看我的小电视就做完咯 好的我们下次见 就是因为我去试试看 我一直在试试看 我会忘记了 你是不是很疯狂的 因为我去试试看 那你怎么会不会再试试看